消息來關心 德國西部城市的特里爾市 發生了汽車 在徒步區 高速衝撞行人的慘劇 事件發生之後 鶴槍實彈的反恐小組 趕到現場 防範後續進一步 發生大規模的恐怖攻擊 而事件造成四個人上身 十五個人受傷 大批救護人員 趕到現場來救人 警方逮到駕車 衝撞的五十一歲男子 徵訊之後 初步排除恐怖攻擊的可能性 可能是因為精神狀態異常而釀火事 雖然因為疫情而取消了耶誕市集 但是德國西部的特里爾市市中心的 行人徒步區 仍然很熱絡 週二下午一名五十一歲男子 駕著一輛休旅車 衝入行人徒步區 轉眼間一個個行人 有如保齡球一般被撞飛落地 德國反恐小組 立即鶴槍實彈 趕到現場 大批救護車也趕到現場 待命救人 有十五個人受傷 四人喪生 其中包括一名九個月大的幼兒 警方當場逮到肇事男子 初步偵訊 但是現在還能夠移動 讓人們不屬於一般的一位 以為的一位移動 不屬於一位移動 我們但沒有要求 因為我們有任何問題 因為一位 一位 terroristisch geart的 一位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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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人們有任何問題 據瞭解 男子是當地土生土長的市民 但卻在過度飲酒之後 把休旅車開進了行人徒步區 惡意衝撞路人 生於私 長於私 應當是人親土親 為何會對自己的鄉親下毒手 令人費解 一團迷霧 上代男子酒醒之後才能解開 華視新聞綜合不等